意外消息来看到 3号下午云林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25岁的男子他开车载着两名移工外出 没想到却撞上了一辆回转的连结车 驾驶当场死亡 另外在台中也发生了惊险车祸 一名妇人他开车载着两名友人 突然逆向冲撞了对象的民宅 整辆车侧翻了90度 女驾驶失去了生命迹象 经过送医抢救才恢复心跳 马路上骑士往前骑突然冲出一辆休旅车 高速撞上民宅骑士赶紧往旁闪 险些撞上从另一个角度看 刚好那个人他闪过去 白色休旅车跨越双黄线 撞上对象民宅蹦的一声居民吓坏了 碰碰碰碰 连去刹车声很大声 巨大撞击声把邻居全吓傻 赶紧冲出来查看 休旅车侧翻90度 车头被撞凹 停在路边的机车遭波及 下午1点半67岁张姓女驾驶 载着两名女子 行进台中太平区大行路 冲撞对面民宅 女驾驶当场没了生命迹象 紧急送医 抢救后恢复心跳 而前一天云林发生死亡车祸 连接车正要回转 执行车辆撞上 倒鼓散落一地 3号下午3点多 张姓男子开着连接车 行进云林中山路正要回转 直行的轿车驾驶猛然往前撞 车上载着女移工 还有后座的男移工 25岁林姓驾驶 是台西乡一家小包工程行 老板的儿子 开车外出工作 却遇上死结 A车左转弯会规定 B车是会注意车前状况 肇事责任得再厘清 无情车祸造成一死两伤 记者廖文斌杨静 王百英台中远林采访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